哼哼 我覺得如果不拍我的眼睛的話 光拍這種你知道 鼻子下半的 好像感覺真的像個妹子 好的各位 今日又有一個 非常貴重的東西 送過來 這個是我花錢的 廠商有給予一些些的折扣 所以 並不是工商 昨天我有在我的Vlog裡面講過說 對於電動滑板 我有一些話 想誠實的對你們說 誒誒 又有一個新的啦 我們家的寶貝呢 一直在這樣說 嗨 到底我們的門還要不要給人過啊 因為現在我們家裡面 不包含這一個 有三台電動滑板 再加上這一個變四台 他覺得那邊真的是 門口越來越狹窄啊 這個廠商呢 是跟我們之前先鋒者的滑板 廠商一模一樣的是 META STOLE 來我們現在開箱 今天是我們的開箱日 小魚板加強板 整體的長度 比一般的板子還要再長了一些 其實這樣站起來會比較穩 他現在電呢 是有幫我充飽飽的 現在是滿格電 本來一開始是有想要跟他們 談雙區的 可是雙區要五公斤重 所以我就想算了 不是要讓它變成一個 非常愛小愛腳的存在 你是要讓它非常的便利 所以我不希望它太過於過重 然後它裡面呢 還附贈了一個 如何操作啊 以及注意事項 它裡面所贈送的東西 就是充電器啊 還有調整的 這個梯子鎖 跟我們的 手把 它手把有附贈這個 袋子 我覺得還不錯 我喜歡這個袋子 可以 這很加分 水兔當初拿到先鋒者的包裝 跟這個的包裝的差別 你可以知道 什麼叫八千塊跟兩萬塊錢的差異 據說 這一個板子 因為它是新的技術 所以你滑動這個輪胎 它就會自動開機 你只要 把這個板子放進去板上 啪啪 然後 一滑它就會自己開機了 這就是它的好處 可是 我覺得相對而言 這也是它的壞處 因為它會無緣無故 就一直消耗一頭拉庫的電量 然後你的板子會很容易就沒電 你們剛剛有聽到它的加速聲音嗎 這種馬達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在於 不用電 滑它的話 還是可以像一般滑板來去做使用 可是如果是有鋁帶的那一種的話 哇 那滑起來這是要人命 鐵腿都不行 你知道嗎 它跟FIRST BALL做相比的話 差不多欸 可是 好重喔 兩個加起來7公斤真的超重的啦 現階段我們就要出去外面 來測試一下這兩個板子的優劣啦 Let's go 我們現在來到了西門國小 因為我發現三平公園那邊怕會有下雨 而且這裡的距離比較近一點 我們先切換成我們的攝影機吧 結果 我才剛講完 就下雨了 所以說有微微細雨 但是這樣子 應該是不會太愛找我的測試 我把麥克風先拿下來 因為一來麥克風它不是防水 可是我們的相機呢 它是防波水 一些雨淋到機身是還不至於會到排氣 那我們就秉持著這樣子的狀況 來測試一下我們的滑板吧 我們等一下會把這兩個板子 從對面的起跑線放著 然後都以最高的速度 high speed的狀況下 一起加速 看誰最先可以到達我們這個線上 好不好 PU跑道上面是不能有任何的 算是機車啊 或腳踏車 在上面做行駛 可是滑板的話 我當然相信 如果上面有人站著 應該也是不行 如果只是單純在上面 把這個這樣滑過來 應該還不至於會被踏罰吧 右邊呢這個是我們的 first ball 左邊呢是我們的Meta Staff 好不好 現在來測試 預備備 欸 它能這麼遠嗎 GO first ball 以無限距離來講 first ball感應得到另外一台 Meta Staff 這一個板子 它的無限距離有點近 這距離應該也才不過15公尺左右吧 它這個沒辦法感應到 那我們用速度就直接在這個同一起跑線好了啦 左邊OK 右邊OK 好 右邊回去一點 OK 好 這樣的距離OK吧 3 2 以速度上來講 兩者其實有一點不相上下欸 first ball 它在沒有人在上面行事的狀況 其實還算滿快的 Meta Staff 這一個板子 老實說 Meta Staff 這個魚板啊 它的速度 一開始不會這麼的快 因為它是有那個我們的加速曲線 嗚嗚嗚嗚嗚 優秀喔 它翻船了 如果兩者速度上面都差不多 重量也差不多 無限距離 first ball比較強 可是加速曲線的話 這個小魚板Meta Staff 又比較厲害 那到底誰才比較厲害呢 兩個板子 在速度各方面的表現上面 都不分千秋 我們在買這些廠商的板子 還有一個非常決定性的因素 那就是 售後服務態度 這個應該也可以計算在 我們是否該買這個板子的評分列表吧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可以很明確的告訴你 first ball 糟透了 我現在可以大聲的講吧 我現在應該是可以大聲的講吧 我想要很誠實的跟你們說 first ball的售後服務糟透了 他們光是 這個板子 各位應該知道 這是第三個新版 我已經送修了兩個板子 那兩個板子 分別出了很多技術上面的障礙 經過水挖 這個應該是防潑水喔 可是我經過水挖 它的板子的電路就秀都壞掉了 第二個板子更加的誇張 它是電池熔掉爆開 一開始我本來打算公開這個視頻給你們看 播給你們看吧 我真的沒有在對小喔 它突然冒煙了 太扯了吧 這真的太扯了 這個 我該怎麼解決它 它剛剛直接在我腳踏突然冒煙耶 這個電池剛剛直接爆開到這邊耶 太可怕了吧 這真的太危險了 裡面的板子 接近是電池融化 它在後面的時候 電池還爆開 砰 差點炸到旁邊商家的玻璃上面 好險沒有 不然的話我就要賠償了 FIRSTBOARD的廠商提及這件事情 它只跟我講說 希望我把我的板子寄回去給他們 它寄新的給我也至少過了兩個禮拜以上了吧 處理事情速度真的是非常的緩慢 雨夜現在越大 雨夜現在越大 我們先轉站室內好不好 這雨大到不行耶 這跟剛剛的毛毛雨完全無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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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我們就先等這個雨結束過後 好 來去打魔風好了啦 不然我今天本來想要找人來施程這一個板 先等雨停吧 我們現在來去打水軍 它就在旁邊 可是 這樣子拿真的很重耶 有史以來最克難的一次 好悶又好衰喔 這個下雨 唉唷 感覺這個人數應該好像可以耶 多一點後外活動 竟然直接給我下雨 這不就是叫我在室內打處理塔嗎 啊 炸掉了 看到水智波洞這一個 招式名稱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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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1590 欸1590好像也不低耶 Excellent Excellent加黃金莓果 中了 一顆黃金莓果就搞定 算了啦 把它拿去傳送給大木博士了 這真的很沒有用 我不知道為什麼水軍感覺好像很容易抓到 有人是那種抓了十次才中一兩次的水小人嗎 應該還好吧 現在雨勢也變小了我們先去儀客館啦好不好 要回去打個TREETA啦 來吧 前進儀客館 Let's go 好啦我們來打幾道TREETA好了 今天在外面是不大可能會做其他戶外活動了好不好 看這邊還出什麼四星啊 今天如果我賽一點看能不能拉下一張 如果我到了二十幾點還沒有出的話 獲勝十幾點也都還沒出的話 就別打啊 在那種狀況下 洗底的可能性非常的高 好 207 有耶 有減 其實他不是講說你打的倒數是多少 而是說裡面掃幾張卡他就會剪多少點 這個是已經留言證實 好不好 這一隻呢 他是在現在是余七級出現 可是不大確定是不是四星 以依照我們這些高手們的見解 感覺挺惡心的 挺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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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接下來 接下來按兩個家 都無所謂 因為你打齊拉蒂娜 你三隻齊拉蒂娜 只能打到 打到他 如果全部按加5喔 最多可以打到 快要死掉 但還沒死 所以你按到一個加5 剩下兩個按加5都無所 我用腳按 都按得到 好不好 用腳按 用腳按 吃飯 用腳按 不行 有些家長會抗議我 說什麼 跟那種 做不良吃飯 看小孩學怎麼辦 我真的不大清楚 小孩會不會學 我一樣用腳按 但是我可以確定正常的是不會 來喔 二星四星 正見真章 二星 欸 還是可以不要按 這個星星還要高臉 等下交換 交換四星期 那我還是跟他說謝謝 謝謝 那你跟我們一起 你跟他說謝謝囉 有 來 注意 注意 警報注意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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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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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把其他兩隻都抓出來 沒什麼好講的吧 希望你們的其他盡量會變四星 惡劣的實況主 欸 我可以帶一隻嗎 來囉 會不會緊貨呢 提手之刀 太無聊了 好 我們就看到底會遇到什麼 現在時間已經快要來到了九點二十分 不知道在關鍵前是否能看到一張死刑 又或者 沒看到 如果沒看到的話明天我就過來了 我跟你講 沒看到明天我就過來了 我想下次果然發薪水喔 這個月薪水好少喔 發薪了 出了出了 誰啊 我要走了 好賤喔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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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定了我跟你講 笑聲 他剛剛按一按回來了 就他 假的 他你的笑道會爆炸 又是一棒二十分 我跟你講 騙人不好喔 好啦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們回家來做最後的總結吧 OK 今天真的沒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都沒打到 這是遊戲人生 來 過去 現在 在家中 來到最後的結尾 經驗沒有達到什麼好卡 那兩個版 我不得不講啦 Metro Stop這個小魚版 實話 沒有想像中的這麼的好 第一個就是在於它的操控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時候會爆衝 感應有時候會掉 加速到一半就斷線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形 那我可能會再跟他們克服來做反應 各位版友 有任何推薦的話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啦 好不好 TRETA 啊 可惡 我認為應該四星有兩張已經卡在卡盤內 只是因為我們刷的方式不大正確 所以 才 在那個圓盤裡面 一直 絲絲都不出來 好啦各位觀眾朋友們 感謝今天 今日的這個壞天氣 讓我們一整天的行程 整個非常的大亂 以及關於 FIRST BALL的言論呢 我也不得不講說 這是我個人的使用心得 那 真實發生過的事情 就是那個爆破 好不好 我沒有在汙名化 使用者們 你們也可以來現身說法 我相信應該不是只有我一個人有這樣的問題吧 良心自己評論啦 如果你是收了錢的話 記得在下方附註此篇事業配文 那我就隨便你亂講 都無所謂 好啦 那我們就明日的vlog再見啦 我是雪兔機 喜歡雪兔的話記得訂閱我 然後分享這部影片 讓更多人認識雪兔 留言給雪兔 每一則留言我都會看 我們就明天再見啦 各位 掰掰 請訂閱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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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分 分享 分享 影片